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局勢的最新情況 話說這隻拜登 都未曾上到任做他的所謂總統 就已經一早說定 說要在上任的第一天 簽署12度的行政命令 並且就會推翻 現時特朗普政府的部分政策 包括了要 重返巴黎氣候協定 重返世界衛生組織 重返伊朗核協定 以及 推翻針對穆斯林國家為主的旅遊禁令 可以說是要將美國搞到翻天覆地 一旦由拜登掌權 肯定會禍及全球 連美國本土也不例外 因為拜登陣營 竟然想 向那一千一百萬個入境了美國的非法移民 提供加入美籍的途徑 這些完全是荒誕的措施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下那一千一百萬個非法移民的處理辦法 實情 美國的共和黨和特朗普陣營 一向以來 對於非法移民的態度 都是非常之嚴謹的 但是民主黨人就抱持著他們的所謂左翼大礙思想 一般來說 對於新移民 都是表達出非常包容的態度 如今甚至乎是想放生了全部 一千一百萬個非法移民 這個對於美國來說 當然就是會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因為你貿貿然接納一班人 當他們是正定居民 他們就會享有所有跟美國人同等的福利 而且這一招就是美大不調 因為你今天可以放生這一千一百萬人 他一招就只會有更多一千一百萬人 湧過去美國尋求救濟 這是必然會發生的 你玩一招自然就有第二招 但是民主黨人和拜登陣營 對於非法移民的寬鬆態度 其實就等同於懲罰合法移民 因為合法移民的途徑無非只有那幾樣 比如說投資移民 技術移民 醫親移民等等 其實每一樣的合法移民途徑 都需要符合一定的條件 但是非法移民就沒有條件 只要他本人是能夠跨越得到美國的邊境 進去美國的時候 他已經是做到的 現在拜登竟然想著放生這一千一百萬人 等同於當年那個 香港的底類政策一樣 總之你能夠成功到埋 就能夠發給你一個身份 這些就是對於 美國的本地人很殘忍的一件事 你貿貿然 將這班人由黑工轉為正常勞工 第一就是會在勞工市場上欠飯吃 對於美國本土的人來說是一個不好的得著 第二就是 你這樣放生這班人的時候 他們的合法權利是會得到保障 換言之當這班非法移民是成功取得美籍之後 就能夠堂而皇之地來申請社會福利金 到時是不是會加重美國的財政負擔 拜登陣營應付經濟下行有什麼招數呢 他們當然不會有特朗普總統那麼厲害 因為特朗普總統他本身就是一個商人 他從政之前他是從商 所以兩個人的經濟政策絕對不能夠同日而語 拜登會有什麼措施來應付經濟下行 無非來來去去都是說要加稅 其實就是找自己笨 你一旦加稅的時候就會使得市民的消費緊縮 我們昨天已經分析到這件事 搞到最後只會令到經濟萎縮 你一定要刺激消費才對 但是拜登就不會這樣做 至於為什麼他一旦掌權的時候 就會禍及全球呢 因為 拜登未上場的時候 已經未登天子位才殺人刀 他宣稱在1月20日上任的第1日 就會馬上簽署12度的行政命令 以及推翻特朗普總統時期的 多項具有爭議性的政策 他將會做的行動有什麼呢 我們選了幾個大的來分析 包括了要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 推翻針對穆斯林國家的限制入境措施 以及重新加入伊朗核協議等等 到底美國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會有什麼問題呢 大家都知道 這個巴黎氣候協定是找美國糞 因為美國身為一個所謂的已發展國家 他到目前這一刻為止 如果加回到這個巴黎氣候協定 他就只能夠選擇減排 你一減排的時候 其實就會壓縮了經濟的規模 特朗普總統退出這個巴黎氣候協定 一來他就認為 你那些這樣的協定 是不公平的 為什麼中國 他還可以繼續來增排 一直到2030年的時候才停下來呢 但是美國就要在現在這一刻 就馬上減排 在他眼中當然就不合理 因為大家都有產生空污的時候 沒有理由就針對一個不針對另外一個 於是乎 特朗普總統就索性把心一橫退出了 反正這件事純粹就是 鉗制著美國的經濟發展 一退出了這個巴黎氣候協定之後 第二年 美國的石油產量 已經躍升為全球的第一位 遠遠超過了原本排第一的沙地阿拉伯 當然美國現在就不需要再依賴來自中東的石油 也能夠使得油價穩定起來 因為美國的產量那麼高 就促進得到油價向下調整 而且 也是有利世界經濟的發展 但是 一旦由拜登上台重新加入這個巴黎氣候協定的時候 不僅是這些 石油開發行業是遭殃 甚至乎 連開採葉岩油都很肯定會受到拖累 因為葉岩油這個開採 其實就是特朗普政府的其中一項重要政績 他不僅使得油價更趨穩定 而且也養活了很多工人 但是民主黨人 向來 都是要想盡千方百計 來打壓葉岩油的開採 當然 他們就有一個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 就是叫做 保護環境 但是 有些人就指出 你根本上就是想借保護環境之名 去行社會主義之實 他怎麼行社會主義呢 他無非就是想破壞市場經濟 大搞這個計劃經濟 本來 為什麼會有葉岩油的需求呢 就是市場需要 你就漠視了市場的需要 你就漠視了工人的飯碗 你又漠視了油價的穩定 當拜登真的要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的時候 就會將特朗普時期所釋放出來的工業生產能力 是會打回原形的 這個對於美國來說當然就是一個不幸 但是對於某些國家來說 比如說 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 就是一件上街的好事 因為他們就不需要遵守 這些什麼巴黎氣候協定 那些廢氣就照可排也 但是你美國自己就找自己笨 那些工廠就關掉了 葉岩油的開採也要限制 石油的開採也要限制 這些不是借環保知名來搞社會主義是什麼 你應該由得市場來自行調節 而且當他在搞工業生產 在開採石化原料的時候 你就應該想辦法來減排 來控制污染 而不是把它收了檔 這樣就解決了 這樣就沒有解決了 解決了工人的飯碗而已 所以這些人是不懂得搞經濟的 好 至於第二件事是什麼 就是他想著重返伊朗核協議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等同於將伊朗放府歸山而已 因為這個協議就說明了 說會准許伊朗發展民用的核子科技 但是當年奧巴馬到底憑著一個什麼基礎 來相信伊朗當局 那就不清楚了 可能也是憑空來相信 特朗普總統就說退出了伊朗核協議 而且還千方百計來打擊伊朗 要制裁伊朗 伊朗方面當然就牙痛聲 如果現在拜登上台 伊朗又是可以鬆一口氣 如果拜登真是愚蠢到去重返伊朗核協議 只會為中東的局勢 帶來非常不穩定的影響 因為有人放府歸山 任由他發展核子科技 如果他擁有核彈的時候 周邊國家肯定會感到受威脅 特朗普總統和蓬佩奧 在過去這一年期間 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 協助以色列 跟一些穆斯林國家大和解 其實這個行動是很成功的 在目前 以色列已經跟多個和解的國家 互相派駐大使館 而且目前 以色列的民用班機 可以飛越 這些和解的國家的上空 到底以色列和這些中東國家的團結基礎在哪裏呢 正正就是有一個共同的敵人 就是伊朗 其實 以色列和這些國家都是很不妥伊朗的 那些中東國家固然 跟伊朗的 伊斯蘭教的派系不同 利益也是有衝突 所以就是要一直抓住伊朗的 既然大家有一個共同的合作基礎的時候 大家自然就可以站在一起 但是如果拜登重新加入伊朗核協議 你自己去跟伊朗勾搭的時候 就肯定會破壞了團結基礎 這些完全就是愚蠢的東西 而且你去容許他發展 核子科技是很危險的 他說民用而已 你相信他 他說你相信特朗普說你不相信 所以拜登這樣做就很有機會 使得中東爆發出戰爭 第三件事就是 其實今天提到拉達克利夫那份 涵件 也有說到 就是民主黨人 在對應中國和對應俄羅斯方面的態度 有非常大的雙重標準 對付俄羅斯的時候 民主黨人就會非常嚴格 當正俄羅斯是他們的稻草人 當正俄羅斯是他們的仇家一樣 但是他們就說要跟中國合作共存 合作共存有什麼基礎呢 無非也是經濟貿易做基礎 所以肯定來說 接下來的四年拜登掌權的話 就會使得美國對華的貿易逆差又會大幅上升 特朗普時期曾經是壓止了這個趨勢 使得貿易逆差 是縮窄了很多 縮窄很多的時候 就會使得美國的資金外流 去中國的情況減少了 當然中國還在賺美金 但是比往事賺少了很多 因為加了一個關稅 但是拜登又說要減關稅 又說要合作共存的時候 就是跟中國一起發大財 但是這個發大財就是中國發大財 不是你美國發大財 你美國怎麼發大財呢 你不斷買大陸貨品 你不斷向他輸出這個美金 根本上你奧巴馬和拜登坐任那八年 那個對華的貿易赤字 就是不斷地上升 是到了特朗普時期 才是把貿易赤字成功壓抑 但是一旦拜登掌權 這個數字肯定都會不斷飆升 當美國都說要跟中國的貿易正常化的時候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其他國家當然是起勢去舔 你自己也不堅持 你不可能在國際舞台上指天篤地 就叫其他國家來堅持 你自己就可以跟中國合作共存 為什麼其他國家不行 為什麼你要對德國的肥婆指天篤地 又說要反對他簽這個中歐投資協定 你自己也是這樣 你合作共存 你說的 你莫聊說的 除非你拜登出來說不是 你又沒有說 所以這個人越來越沒有牙力 而其他國家也會向中國靠攏 因為你都跟他做生意 你是不可能叫其他人不跟他做 這個是說不通的 特朗普當時 他新鮮事卒都勸不住的國家 你拜登就更加不用指望 所以拜登掌權 真的會禍及全球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